基隆即将要成为第一个拥有捷运的非直辖市 目前预计规划从南港到八渡沿线16公里 将会建造13座车站 不但可以让基隆市民出入更加便利 也将会带动基隆的经济发展 基隆市民期待已久的基隆捷运终于可以继续推进 原来是行政院长苏贞昌前往捷运站点的预定地视察 并宣布基隆捷运的建设正式拍板定案 基隆市长林佑昌表示 这一切都得来不易并感谢行政院的支持 基隆捷运的推动说实在是非常艰辛 他的困难的这些故事 说实在二三十年来真的可以写成一本书 那今天苏贞昌来到基隆 那亲自拍板定案 那我觉得这是跨出一个非常大的一步 林佑昌指出 由于基隆捷运横跨北北基三座城市 而基隆又是唯一一个非直辖市 必须由中央大力支持才能让这条捷运顺利推行 那目前的中规的一个规划是四百二十五亿 而也在苏院长的权力支持之下 中央负担几乎是绝大多幅 绝大部分的经费达百分之七十七 那基隆的部分由基隆市跟台北跟新北 来合理的一个分摊 基隆捷运在建设完成以后 预计带动基隆河谷廊带以及东北角等地区的经济发展 未来也会结合社会住宅以及公办都庚等规划 期盼可以将这项工程建设的效益发挥到最大 继续继续报道